新北市中和區山北社區發展協會 聯合國際福倫3481地區中和福美福倫社 中和社等8個福倫社發起捐贈一事 地方名代包括了立委江永昌 新北市議員張志豪 張維倩等人 參與捐贈800個住宅活警警報器 透過針煙的偵測功能發出警報聲響 提醒住戶及早逃生 就怕他晚發現逃不過祝榮之災 第九分區的中和福美社 及我們分區裡面的其他8個社 一起做的一個社區福活動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提供的 我們的警報器 能讓我們中和裡面的一些老舊公寓 能保住他們的生命和財產 那過年要到 我是希望提醒大家 助進市這條報告 大家一定要還要來到 注意身體財產的安全 800個住警器 怕能提高大眾與火災時的存活率 尤其是屋齡30到50年左右的 五樓以下老屋 並未加裝住警器 如意大火 尤其是在睡夢中 極有可能造成重大傷亡 以及財產損失 防範於未然的最好方式 建議居住五樓以下的公寓住宅 應該裝設住警器 謝謝福美里里長陳敬惠 那麼他邀請了福人社 一起來做公益 特別今天福人社是3481地區 第九分區 所有的福人社 那麼一起來捐住警器 個人非常感配 那我自己也是福人社的社友 是這個園通福人社 除了感配之外 今天也是這個拋磚引玉 那我們希望在歲末年終之際呢 除了祝大家新年快樂之外 那同時我們也一起 響應這樣的一個活動 另外捐贈物品當中 包括52個防毒面罩 供消防人員使用 讓他們救災時 有足夠的工具使用 順利救人達火 平安完成任務 記者林立如詹怡勳 新北報導